左耳直播,一位粉丝问我,小胡子,经常看你的视频,我一直非常喜欢红旗SS5和奇瑞六呼九这两部车吧 比来比去,一直都很纠结,不知道该选哪个才是正确的,你给说一说该如何选择了 那么我想问一下四年前进入前的网友粉丝和老铁,有没有买过开过这两款车的车主 如果让你们重新选择一次,你会选择哪一个,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这两部车的,先别说随好随坏,首先这两款车的都是在各自的价位里面非常优秀的啊 可以说是不二只选了,很优秀 你还别跟我说什么本年CRV,丰田,RV适种范,或者什么大众童馆 那是以前了,因为那时候你没有别的选择 在这个价位里你怎么选择它呢,现在二十二三年了,有更好的选择了 虽然奇瑞六呼九,红旗SS5都是定位中型SUV 日呼九在十七八万,十六七万这个价格领域里啊,绝对是王者了 而红旗SS5在二十万这个级别里,几乎就是王者这级别的存在了 二十万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是别克安科威也不错 但是呢,安科威他四八个轻混呢,还需要再观察几年 毕竟刚散了没几年,对吧,不知道后期的问题到底行不行 他的使用送命是三年到六年之间 但是日呼九呢,有七段版本可以选择 而红旗SS5全系都是五座车型 买一台入门版的红旗SS5需要二十个W 那么这个价位如果选择日呼九,可以买到顶配版本了 那么顶配版本的日呼九那就厉害了啊 2.0T高功率的涡轮站放入机 四百的扭矩,二百六十一的马力 匹配爱信8AT变种价 不仅如此,还有这个还是四驱版本 而且匹配了熊挂软用调节,更舒适 而且还匹配了电池感应悬架 电池感应悬架能够增加轮台与路面的一个接触 增加它的操控性和安全性 比如说你跑高速寻手的时候 它能够牢牢抓住的地面 让你感觉更稳,更安全 操控也更好一些 就是速度快了,你会去感觉更安全 并且呢,持着发动机是非常品质耐道的啊 油耗低,声音小,非常耐道,这么百分公里 而且呢,匹配了爱信8AT,可以说黄金组合了 发动机变速箱动动用逐了,不仅随着发动机有这个更好的动力 而且还有这个更好的耐用性 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一款发动机 它不像丰田的发动机,只有耐用性,缺少动力 而大众的发动机呢,有动力,缺少耐用性 是吧 那么红旗S45这款车呢,新款它的发动机和红旗S9是一款发动机了 扭机和马力都有所提升了 而且把以前的爱信6AT换成了爱信8AT了 变速箱没有任何问题 发动机呢,在红旗S9那边已经验证过了 也能用住没问题 两台车的车的安全都是非常优秀的 红旗S5整台车的高强动钢使用了板子60的一个比例 整台车的A柱B柱 还有横梁测梁都使用了1500张化的热身性钢 也没有任何问题 日后9整台车 是使用了龙式的一个车身结构 车的安全也是非常优秀的 前后的防造梁都是使用日制型的铝合金材质的 而且非常厚,非常粗,非常壮 现在就是说,车的安全做得好的 一个是咱们国产,一个是美系 像日系呢,能给你少用一分 绝对不给你多用一毫 而德系车呢,通口减料 这两款车的悬挂都是前麦夫婿 后面是多连杆的独立询驾 红旗S5用的是铝合金材质的 300B,包括阳脚和转线线杰 绿虎9呢,因为价格的因素嘛 用的是双重重压的钢板询驾 那么但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比一些合制车厚道多了 合制车这价位只能给你弹中重压的 日会9是双成的 所以说也是非常优秀的 来来说实际看起来呢 动力都是非常好的 隔音基因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 无论是市区代步还是跑高速 动力都是源源不断的 而且扎实感制程性特别优秀 隔音也非常好 两款车呢,你随便选哪一个 你都不会后悔的 只不过红旗的品牌仰力要略高于这个旗瑞 就是这样 那你有开过或买过这两款车的车主 对我说的有不同意见的方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